刚开始弹琴的情况下 入门级阶段 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所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有用的那个地方 那个比较好 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人吧 他觉得某某某东西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看谱 他觉得看谱非常必须得非常快非常准 就必须得说快准很 然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入门级阶段 入门级阶段 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看谱上 然后整天拿着谱子去练习 练习练他半个月一个月 就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大必要的浪费时间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只是其中之一 然后有的人又把这个谈得漂不漂亮 就想谈得漂亮 然后把大量的时间又放在了这个摆正 怎么支持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学一堆很多很多的阅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刚开始需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弹琴上 把那个你要现在正在要弹的这首曲子里面都花一点时间 然后把那首曲子弹好 这个是最大限度的提高你的钢琴水准的 然后像刚才说的看的谱子那个东西 看的谱子快的话有没有好处呢 是有好处的 但是就是你的看谱水准这么高 然后弹琴的水准那么低 那种情况下的话 你即使看的谱子非常好 但你这个东西还是谈不出来 还是谈的不好 还是表现不出来 这种情况下就失去意义了 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就是看谱他不需要看的那么快 你慢慢看 只要你能分辨出哪个琴键 哪个什么执法 这种东西 这种细节能分辨出来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弹琴上 这样的话 你能获得的这个钢琴的水准提高 才会更多一些 然后乐力也是一样 你知道的好多好多的乐力 但是你琴不会弹 这样的话又失去了意义 然后琴弹的非常非常的差 但是乐力又知道的那么多 有意义吗 又没有意义 然后让你弹 你照样还是弹不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知识也是一样的 像手型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做的很秀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琴弹的很差 那个声音简直没法听 这种情况下 又是失去了意义的 就是把重点切开 然后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重要的那个里面 然后剩下的东西 就是辅助那种东西 比如说是看谱啊 乐力啊 什么那种 那种东西的话 一定程度差不多就行了 没有必要过分的去追求那个东西 因为精力和时间有限 所以那些东西过分的追求的话 你的弹琴就会受影响 就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就会受影响了 然后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然后因为这种选择都不一样 然后很容易也会放弃 弹钢琴的这个东西 就觉得自己弹得比别人差 自己也花了同样的精力 同样的时间 但是跟别人比起来 就是差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又会失去很多的信心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我这么讲的话 有的人就开始反驳了 就觉得那谱子不是本来就应该得要 啪啪啪的可以快速的看 然后乐力也得多了解 然后什么各方面都得非常的好 才可以吗 但那个情况下 基本上是对于职业的 或者是对于混饭吃的 或者是他想要达到非常高水准的人来讲的话 那些东西一定程度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想要 自娱自乐 想要玩玩的人来讲的话 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一样 然后想要达到的那个最高上限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 所以整体的这个过程也是要不一样的 就是最后的目标决定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于大多数想要玩的人来讲的话 那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混饭吃的那些人 是会把自己的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在这里 但是玩的人他是根本做不到这么多的投入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 3214 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